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西藏 那么今天呢就教大家怎么样开始折莲花 当要折莲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红珠沙咒语一定要对上 千万不能对下 这样才能开始折莲花 你可以以这个方式折 或这样的方式都一样 主要的是要把莲花对折起来 先把它对折起来 记得心无杂念 再张开而又对折 反方向的对折 大家看得很清楚 解释一下 当我们对折好了之后 大家应该能够看到 金色的纯金咒语 这两条是在外的 是朝上的 这样才是正确 大家可以看到 红色的珠沙印是朝上的 这个如同一扇咒门 再将四脚对折 这个就叫做咒语 不离声 也代表四方贵人永住的意思 在咒文方面 大家能够看得很清楚 这两条咒语 还是不断的 将它再对折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Om Mami Pemi Hom的六字大名 咒轮 浮现在上层 而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天眼 折成形状之后 再以同样的方式 折十三遍 现在我们来 以同样的方式的对折法 折出叶子 有莲花就要有叶子的称对 而叶子所用的就不是朱砂 所用的叫黄螺 黄螺能够驱邪 能够挡哉 而对反的时候呢 大家能够看到的 还是同样的纯金符咒 一定要记得 黄螺要朝上 才能开始对折 对折的方式 跟刚才第一次 所教大家的方式 是一模一样的 以对折的方法 再对折 然后还要将视角 给对折起来 那就大功告成了 这就是折好的莲花的叶子 我们叫莲花叶 大家也能看到 Om Mami Pami Home的咒语 一定要浮在上面 而两边的金色纯金皱纹 一定要在里头 这样连续做叶子 要做五片叶子 为什么要做五片呢 代表东 南 西 北 中 这个就是做好的叶子 和花瓣 总共要做两套 第一种 第一套 一个叶子 三个花瓣 这个叫做A 一个叶子 三个花瓣 叫做A A 这个部位 要做三套 A 这个部位 要做三套 把它合在一起 刚才做的呢 是一个叶子 三个花瓣 记得 这个叫做Set A 要做3 set 要做三套 现在呢 我们做Set B Set B就是一个叶子 两个花瓣 一个叶子 两个花瓣 这样子叫One set 一定要做Two set 一定要做Two set 好 怎么样把它结成在一块 很简单 金色的纯金奏轮 要朝上 花瓣 放在上头 以背对背的方式 另外一个花瓣 再把它放在上面 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然后对折 记得 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对折 大家记得 一个叶子 三个花瓣 叫A 一定要做三套 一个叶子 两个花瓣 叫B 一定要做两套 把它合起 记得 记得 这个是A 而这个是B 这是A组 再加上B组 再加上一个A组 B组 再加A组 这就是三 二 三 二 三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五方 贵人相符 东 南 西 北 中 然后将它用黄线 绑在一块 一定要对中 将黄线捆在中央 一定要绑紧 对了 把它绑紧 可以打死结 主要是要把它绑得紧紧的 这就是五方 东 南 西 北 中 代表五方 将五方 变成十方 就是以对折的方式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很简单 只要把它弄成对折的方式 就变成十方 而十方 所代表的是 东 南 西 北 东南 东北 西南 西北 天 与 地 这就叫十方 这两片 这片核 就是上核下 内核外的 叫A组 还记得吗 那么中间这个 也是A组 先将A组 给折成莲花形状 我们从A组的内线开始 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容易 只要轻轻地把它折上来 一定要能够看到 这个吉祥奏轮 然后 在以 折好这个之后呢 再折四片的 就是我们说的A的 同样的 也要将奏轮给掀起 然后继续 再折 将 粗花板 给折起 折的时候 一定要很小心 切记 折的时候呢 我们心无杂念 有些人选择念佛 有些人选择平心静气 但 我的建议就是 念佛 边折边念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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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折好了之后 是这样的形状 刚才还记得有 A和B的步骤 现在呢 大家仔细看一看 围绕着十方的 都是两个花瓣 随便 任平你呢 挑一个方向 顺时钟 你可以挑这里 也可以挑这里 随你 挑好了第一个花瓣之后 就一定要顺时钟 就一定要顺时钟 再将花瓣折起 切记 心无杂念 老实念佛 好 把它给折好了之后 庄专业无比的 莲花 就出来了 大家现在看到叶子 的部位 你可以选择 整理一下叶子 而不要折它 有些人选择 将叶子 叶子给折起来 现在让大家看一看 这一朵呢 就是将叶子给 折起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 这个叶子 如果你想 把叶子折起 只要挑上 就行了 每一个 还要顺时钟 一定要记得 要顺时钟折 这样也是很漂亮 但功德 功效 都是一样的 有些人选择 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 将叶子 弄平 而不折它 这样子呢 是显得 你的莲花 比较高 大家可以看到 一按 就很漂亮了 但是 每按一次 就要念一声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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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你的 自己的心态 你想要怎么样 把它的叶子 给整起来 都可以 里头 有给你一个符咒 将符咒拿起 翻开背面 写下你的 姓名 生日 如果 如果 有生日的时间 会更好 如果没有 也行 不管是 英文的生日 或者是 农历的生日 都行 就是我们说的 阳历 或 阴历 都可以 最后 是最重要 最关键的 把你的心愿 也写上去 切记 不要写得太多 贪多 脚不赖 写一个简单的心愿 也能写 万事如意 或者事事顺心 无论写什么 愿望 一定会达成 写好了之后 将符咒 放在 莲花的中心 千万不要 折 不能对折 愿望 千千万万 不要对折 以圆的方式 这样子放 符咒的咒语 一定要朝上 而我们的愿望 要朝下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将符咒 朝上 弄成是一个圆形 而愿望朝下 那么 符咒里头 有一包叫五色米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五色米 五色米是西藏 最尊贵的 供食品 如果你家 供奉五色米 可以不用供水果 或者是鲜花 或者是鲜花 五色米能供养 一切无形众生 地狱众生 让他们 不会挨饿 能早日投胎 所以五色米的功德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定要将五色米 一定要将五色米 放在中心 以代表我们的 诚心 供养一切众生 再将你的愿望 放在中心 这个叫做 有舍 有得 舍得 舍得 能舍 才能得 当然 明天 舍得 从 你 儿子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